开场 能编这么一部全书 那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啊 那可费老大劲了 首先一个文献来源 你这么大规模的丛书 它得需要入库的这些书籍 那老了 海了去了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书都能够入选啊 四库全书这个选书也是有标准的 你比如说除了是这个善本足本以外啊 入选的书呢 作者必须得是已故的人 所以据说这条规定 还引出过那么一个传闻 说四库全书董管官纪云 也就是大伙熟知的这个纪晓兰 他当时就想利用这个职务之变呢 把自己创作的叫御台新勇考义 把这书收入到四库全书 但就是由于这个规定 活人的书不能入库这规定 没办法 他只能把这个书啊 作者的名字改成了自己 已经过去的父亲济荣书 没写自己名 但这个故事的真伪啊 咱们现在也不好分辨了 但是通过这个 也能从侧面看出来 入选四库全书的标准 还是很高的 当时四库全书这些个点籍来源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 朝廷原有的藏书 这是一大部分 第二个 永乐大典里边的文献 但是呢 要编撰一部全书的话 入选标准还不低 这两个来源的点籍还远远不够 必须得由各地去采送啊 或者说民间私人进献 但一开始这效果可不太好 没搜集到太多的书 怎么回事 这个咱们都知道 大清文字欲特别严厉 特别残酷 您看这句 白头孙子就移民 报国文章积等身 移民 哪一朝的移民啊 报国 报的又是哪一国啊 当然不是大清国了 这明明是怀念前朝嘛 对 皇上 您再看 这 这 就这句 瞻败墓前 言不虎愧 败墓啊 败谁的墓啊 穷臣皇帝墓啊 你比如说 清朝初年最大的文字欲案 庄廷龙名史案 那是康熙年间 有这么个文人名叫庄廷龙 这个人呢 看双目失明 但是他看着左丘明失明了以后 能成这个左传 他也就是想效仿这个左丘明 也做一部史书 他就从明朝大学是 诸国珍这后人那儿 买来了一部没完成的名史 加上自己呢 所补充的这个崇祯时期的一些历史 他编成了一本全的名史 那么他所补的崇祯朝的历史这一部分 肯定那就有一些个对满清的这些 公积之词啊 后来呢 就让人告发了 当时这庄廷龙人都已经没了死了 结果刨棺焚尸 不光是他被株连九族 只要和这本书有点联系的人 全都遭殃了 你比如说给这部书做序的 给校对的 课书的 甚至说卖书的买书的 全抓起来 跟他只要站在边有点关系 株连了七百多户人家 三千多人 除了除以极刑的 还有被流放发配的 那可以说真是惨绝人寰哪